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王立科行贿 孙力军等9731万人民币 而且今天第一次开庭审理 第二个是政治局也开会深化金融反腐 所以刀把子 钱带子 还有就是郑州启动了对富宏马问题的调查程序 我们先来关心这个有关于公安系统的问题 二十大前中国公安系统正在经历一次 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九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公安厅 第一把手发生了变动 另外有一些省区的公安厅 其他的官员被调离公安系统 北京 江苏 天津 多地的公安系统 人事都有比较大的调整 那今天呢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体现 就是这个孙力军的关系人 也是被归类成孙力军团伙的王立科 今天受审 他被控受贿4.4亿元人民币 行贿孙力军等9731万人民币 那为这个官方媒体是这样子报道的 为谋取他自己及他人职务 晋升等不正当的利益 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员 副部长孙力军等人行贿 共计则和人民币9731万人民 那吉林省长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 今天一审公开审理了 江苏省委原常委 政法原书记王立科 受贿 行贿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 还有伪造身份证件 所以把这一次王立科的罪名 定位在收贿 行贿 包庇 纵容黑社会组织 还有就是伪造身份证件 报道是这样说的 被告人王立科利用担任辽宁省 北镇满足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北宁市公安局局长 景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葫芦岛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长 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 大连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 江苏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 江苏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贷款办理 职务调整 案件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4.4亿余元 为谋取本人及他人职务 晋升等不正当利益 多次向公安部原党委委员 副部长王立军等人 行贿共计折合人民币 9731万余元 长期包庇 楼合黑社会性质组织 这个是他在东北担任公安 这个有关的这个职务的时候 另外充当该组织的保护伞 纵容该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王立科还利用职权 为本人及家属特定关系人等 伪造多张居民身份证件 检查机关提请以收贿 行贿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伪造身份证件 追究王立科的刑事责任 报道还提到 王立科进行了这个陈述 而且当庭表示认罪辅法 接受法院的审判 庭审最后呢 这个法院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那另外呢 这一个案子呢 还有其他20人啊 社会各界群众20人 旁听了庭审 除了王立科外 涉及到孙力军团伙的 还包括龚道安 龚道安承认公安部技术 侦测侦查局的局长 上海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的局长 他在2021年2月的时候 被开除党籍跟公持 另外还有邓辉林 邓辉林承认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重庆市的副市长 市公安局长 2021年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持 还有就是刘新云啊 承认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 三西省副省长 省公安厅的厅长 2021年8月被开除党籍和公持啊 所以孙力军一案 现在这个慢慢的有收网的 这个迹象显示出来了 另外就是北京市的公安局的人事变动 5月25号公安部的官网更新显示 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 齐延军已经兼任了公安部的副部长 齐延军是公安部党委书记 常务副部长王小洪的老部下 王小洪他在任河南省公安厅的时候 齐延军他是任河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总队长 王小洪调任到北京市公安局以后呢 齐延军也调任北京市 北京市的公安消防总队的总队长 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王小洪辞去了北京市公安局长以后呢 齐延军接任了北京市的公安局长 另外除了北京以外 江苏公安厅长也有变动 今年5月李耀光被任命为江苏省公安厅的 党委书记厅长督察长 李耀光同时也是王小洪的部下 2017年的6月他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长 王小洪他提拔了六名忠诚的警官 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 李耀光就是其中的议员 他曾经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的党委委员副局长 2019年王小洪提拔李耀光 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 那李耀光在任江苏省公安厅之前呢 江苏省的公安系统呢 已经多次的进行轮换 随着原江苏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王立科的落马 刚刚一开始提到 原公安厅行政局局长罗文静 原公安厅二级巡视员王永生 原公安厅副厅长陈毅忠 原公安厅党委副书记佐索粉 原公安厅副厅长陈建东等 相继都落马 这个等于说是应该是跟这个 原来提到的这个理有关系 那另外呢 天津公安厅天津的公安局也变动 还有河北辽宁湖南安徽甘肃 内蒙的公安厅局 他的一把手也发生变化 那这个有分析就指出 这个公安厅的继续的 大公安部门继续的 这个所谓的刀把子 部门的人事的继续的变动 是要确保习近平能够第三 第三任连任顺利 二十大前在公安系统上面 要确保维稳 那我们再来关心除了这个 刀把子以外 还有钱袋子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深化金融反腐 官方的媒体就报道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要求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规律 深化对金融工作 政治性和人民性的认识 那中国官方 这个虽然是这个 讲的是比较官化 但是中国的官方媒体 他还以靠金融吃金融 重要纲位 重点领域和关键的环节 连结风险 比较突出 来形容金融部门的问题 那这个中国 央视的新闻报导就表示 中共政治局今天 特别的召开会议 审议关于19届中央第8轮 巡视金融单位 整改进展情况的报告 由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 巡视工作聚焦职能 责任强化政治监督 坚持发现问题 形成政策 推动改革 促进发展 然后继续的反腐 那这个用意呢 就是在确保 也是在确保 二十大前 在金融业的领域上面 也是要维稳 而大家都知道 我们过去一直跟各位观众也介绍 金融领域一向被视为 是原来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比较有影响力的领域 所以今天政治局召开会议 其实实际上 一方面维稳 一方面可能也有震慑的意义在 那会议还提出 金融单位 这个党委要履行整改的主体责任 对照巡视反馈意见 抓好落实 一些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得到化解 领导班子 干部队伍和基层 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 纪检监察机关 组织部门 加强整改监督 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严肃查处一批 违纪违法的问题 有关职能部门 要用好巡视成果 完善制度机制 加强行业监管 所以在二十大之前 大家现在也关心 就是这几个重要的部门 刀把子 钱带子 现在这个两个 今天都传出来 有一定的推进 一个是跟孙力军团伙有关 另外一个在金融 这个领域里面 一方面也是要求维稳 一方面反腐工作 还要进行 这里面可见 都有一些政治的意涵 另外 大家都知道 中央 今天的报道 金融 在中共中央 第八轮的巡视 是实际上 为期了两个月 那包括对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内的25家金融单位 党组织成为巡视对象 那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网站呢 也早前通报 在这个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在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上 指有的单位 靠金融吃金融 而且呢 在一些重要的单位 重点领域 连接风险非常突出 所以这个实际上 我刚刚讲到 有一些政治的意涵 那我们就关心到底 他这个会不会推进 会不会涉及到一些人预测的 就是在20大前 还会有政治局一级的人员 会被下马 这个是另外一个值得关心的 那最后呢 我们还来关心郑州启动 对富红码问题调查问责的程序 这个也是最近非常受到 中国这个社交媒体 关注的一个讯息 因为部分村镇的银行 除户这个健康码 被突然的富红码这个问题呢 那直接的就涉及到 郑州市纪委监委 启动了这个调查的问责程序 实际上是他们遭受到 很大来自社会的压力 其中这个我看到了一些文章 其实矛头也指向公安系统 这个也是相当的 这个跟公安系统有关 那因为要维权嘛 所以在20大之前 可能郑州的公安系统 担心社会不稳还是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他希望 他能够保老本 涉及到几百亿人民币 那今天这个媒体的就报道 郑州市纪委监委表示 对发现违反河南省冠病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的乱作为 他是用乱作为来形容 将一规一计一法严肃处处理 这实际上已经这个已经进行了好几天了 那近期多名郑州市民集体被红码 怀疑跟郑州数百名市民上街到村镇银行要要求拿回存款一事相关 引发了网络的舆论质疑 用作防疫用途的健康码 是否被当作维稳工具 以限制出行的方式遏制群众上访事件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的原委说得很明白了 彭博社就曾报道 五月下旬郑州有数百名河南的村镇银行厨户走上街头 抗议聚集到河南银保监局门外要求拿回存款 所以今天这个郑州市的纪委 正式的介入说要展开调查 实际上一开始我刚刚也提到 跟公安系统显然也有一些关系 这个中国的媒体也有披露 他指了跟大数据 跟这个实际上只要最后的矛头 都共同的指向跟公安系统 可能有绝对的关联 好 今天是周末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也预祝各位周末愉快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